对于郭台铭宣布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 并将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仪式 蔡英文总统金腰八日表示 郭台铭先生经商有成 他是 应该是一个可敬的对手吧 那他是一家大公司的大老板 不过当总统 必须要认知到总统有2300万个老板 所以可能心态上要调整一下 媒体问蔡英文 您和妈族有一样的共同点 单身未婚 保家卫国 率领天兵天将 蔡英文回答指出 真为难兜你背得很全 我刚才讲过 我对台湾每一个宗教都抱持一份虔诚的心 但是 毕竟像我刚才讲的 做总统不是问神 也不是当神 做总统最重要责任就是要守护这个国家 照顾每一个人民 对此 对此 PTT网友负评居多 你也知道啊 选举到了 有脸讲 可是你从来没鸟你老板啊 文青体日常 你的两千三百万个老板 怎么在蛇龙外 可以开除你吗 你们要自立自强啊 近日 美国国防部批准5亿美元对台军售 撑着体现了对台湾维持足够防卫能力的支持 对此 民进党当局和蔡英文 像打了兴奋计 盲不迭表示感谢 大呼来得及时 很有种风雨飘摇之际 抓住根救命稻草 就误以为找到靠山 抱住大腿的幼稚 5亿美元军售 听着不是个小数目 然而 蔡省长自上台以来 未在军事方面 搞些动作花的已经不少 结果都是一无所用 早些年的国建国造计划 蔡英文放话要打造一支强大海军 可笑的是 以台湾的造船能力 纵使买来了一张潜艇营销核准证 也根本造不出来任何可堪大用的舰艇 之后 岛内又煞有介事的搞起军演 20艘舰艇 8架F16战斗机 这20艘舰舰舰艇中有9艘还是导弹快艇的表演团队 声动权势了什么叫作秀 军队不给力 蔡英文就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以博德一点可怜的支持 还别说 这里头台独分子是钻到了一些空子的 特朗普上台后 就频繁打起台湾牌 就说最近 刚刚表明暂时搁置向台湾出售F16V战机 转头到了前天就批准了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更令全球华人隔应的是 4月17日正式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一24周年的日子 美国选在这个时机 不管有意还是无心 都是在戳中华民族的痛处 蔡英文之流却如获至宝 一副奴颜碑西状 实在令人不齿 但以今日的时与世 无论是台独分子 还是离间之徒 都打错了算盘 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腐朽落后的清王朝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有目共 无论美国某些政客与台独分子是狼情窃义还是同床异梦 美国是把台湾当作盟友棋子还是武器倾销地 我们都有办法予以反制 就像F16看似先进 但与肩负20相比 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务必第一时间强势驱离喊得虽凶 解放军绕岛巡航却如同家常便饭主权 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当年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过的话放到今天依旧适用 更重要的是 虽然台独们执迷不悟 但岛内人民早已占到了台独与联美的对立面 蔡英文上台至今 岛内经济凋敝 发展倒退 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 前段时间更直接通过推选韩国瑜 让民进党大本营高雄变了颜色 这两天郭台铭又宣布参选 遥遥领先的民调再次给了蔡英文与赖清德当头一棒 此时 某些人还想渲染所谓大陆威胁 为明年大选造势 必定是竹篮打水一长空 环球网报道 记者赴国豪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17日宣布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如果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参选 不论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参战 郭台铭都领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以及台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 郭台铭4月17日接受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颁发的荣誉状 并正式宣布将投入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党内出选 据台媒报道 台湾市新大学18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国民党若提名郭台铭参选 无论民进党提名蔡英文还是赖清德 郭台铭都是大胜 民调结果显示 如果对上蔡英文 郭台铭支持度为50% 蔡英文为二百分之七点一 两者相差二百分之三点一 若对上赖清德 则郭台铭支持度为四十二点六百分符号 赖清德为三百分之三点六 郭台铭仍领先百分之九 而谨论国民党的热门人选的话 郭台铭与高雄市长韩国瑜 两人的支持度相差无几 韩国瑜支持度为二十九 百分之八 郭台铭为二百分之九点零 另有四十一 百分之二位表态 而 从交叉分析来看 两人有不同的支持民众 郭台铭在男性 二十至三十九岁 专科以上学历受访者中 支持度较高 韩国瑜在女性 五十岁以上 初高中以下学历支持度较高 此外 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参选 形成三人赛局 郭台铭仍然遥遥领先 如果民进党提名蔡英文参选 郭台铭支持度为三十五 百分之六 柯文哲为二百分之五 蔡英文为二十 百分之二 如果民进党提名赖清德 则郭台铭支持度为三十二 一百分符号 柯文哲为二百分之五 点八 赖清德为二百分之三 点零 对郭台铭一十七日表态 有意参选一事 多名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回应 韩国瑜表示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认为郭的政商关系可直通大陆 美国 从维护台湾大局的目标 着眼是美式一桩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认为 郭是世界级企业家 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 其争取国民党提名事件很好的事 乐观其成 以表态参选二十二十的新北市前市长 朱立伦一十八日则称 他非常欢迎郭台铭回到国民党 对郭愿意投入党内初选 持正面态度 朱立伦认为 民进党执政做得太烂 尤其是经济 以至于让国际型的企业家出来参选 而企业家通常都会想好好发展事业 朱立伦认为民进党应该捡 郭台铭曾于一十九七十年加入国民党 但2000年没有办理党员重新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郭台铭将如何加入国民党党内初选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称 吴敦义亲自颁发荣誉撞为郭台铭的失联党员身份解套 郭台铭资料照图片来源 台媒 至于攸关郭台铭能否登记初选的党权问题 国民党党内有入党或恢复党籍 满四个月的资格限制 不过台湾中央社一一七日报道称 国民党中常委曾文培透露 中常委将提案修正提名办法 加注对本党有重大特殊贡献者 不受入党或恢复党籍满四个月之限制条文 将在24日的中常会中提出 台湾社会难道病了吗 台湾政治难道病了吗 民主进步党是退步还是进步呢 号称要守护台湾民主自由价值的蔡英文 是真心要守护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法治吗 如这些疑问在大陆学者李毅被驱逐出台的事件中 得到了完整的正面解答 台湾的政治内耗仍在 台湾的绿色恐怖和蔡英文是 麦卡锡主义仍旧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台湾移民署一二日已迟 观光签证入台不得发表演说为由 将主张武统台湾的大陆旅美学者李毅遣返出境 李毅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己去台湾是为了游玩 民进党书籍了 想靠炒作大陆来捞票 但蔡英文 苏贞昌到陈明通都称李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 没有让他留在台湾的理由 必须立即驱逐 简言之 李毅教授正式成为登上 蔡英文钦定黑名单的第一人 再说绿色恐怖这个词 最先出现于罗大佑2004年绿色恐怖分子这首歌曲 这首歌是用来嘲讽陈水扁 靠两颗子弹事件当选连任 其中有段歌词 用是这样唱的 你用绿色恐怖暗杀普世价值 全世界都把你叹为观止 宝岛的选举要靠尾鱼肚子 才能宣誓连任总统位子 你为我们做了和平天时 见证民主自由的无知 如今15年过后的今日 蔡英文又即将面临2020年台 当局领导人连任之路 其中这段歌词中的选举 要靠尾鱼肚子 改成选举 要靠打压一己 比起陈水扁 两颗子弹的造假疑云 蔡英文则更直接 毫不掩饰的诉诸行政和法律手段 打压政敌反对者 就是因为在绿色恐怖打压一己 毫不掩饰之下 民进党更自去年九合一 选举大败后变本加厉 不断地挑拨两岸和统独之间的对立 如今绿色恐怖更为离谱夸张的是 从李毅事件上观察到 绿色恐怖的思想罪已经出现在台湾 这出自英国1984小说中的名词 凡是思想上跟民进党不同调 就要被定罪 这种小说中才出现的真实情节 如今就在台湾岛内出现 之因为李毅教授透过学理分析 国家统一之理论 与蔡英文和民进党大员们不同调 况且就连一三日活动 是否会参加都还是个未知数 就立即强制驱逐出境和列上黑名单 这不就是绿色恐怖还是什么呢 最后从李毅教授 五预警遭到驱逐出境 透露了蔡英文当局逢禄必反的本性 更砸了自己口口称称要守护台湾民主自由 和言论自由的价值的招牌 此时的民主进步党无疑应该被称为民主退步党义不为过了 作者 罗鼎军 沈阳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秘书长